柬埔寨的詐騙案件 現在是不是跟演藝圈扯上關係的呢 現在傳出了國光女神黃曉倫 她曾經在網路上PO出了真人的文章 其中條件就是要英文好 還要耐得住寂寞 底薪是多少呢 美金兩千二 也就是相當於台幣有六萬六 後來又有再PO一篇 也是說要找人到柬埔寨的首都金邊工作 而且是可以住別墅 包吃包住 是不是真的跟詐騙扯上關係呢 黃曉倫她曾經說了 她說只是幫認識的女性友人 來找英文助理啦 她自己並不知道什麼人口販運的事情 那這個黃曉倫她的家世也被起底了 父親當過這個國大代表 家中有幾名長輩都是從事政治的工作 背景算是蠻硬的 因此傳出她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因為頂嘴被老師打巴掌 沒有想到老師的下場竟然是消失了 意思是說這個老師就沒有繼續在她的面前出現啦 不過我們也很好奇 到底老師你發生什麼事情了 另外家世也很雄厚的就是安苡萱啦 安苡萱她的阿嬤是東區之名的大地主 她的父親開設的是保全公司啦 所以一開始也傳出她是不是黑道千金呢 不過她不是來自黑道家族啦 但是她有和她的姐妹她組成了安氏企業 所以包括了劉品妍、陳潮恩還有夏宇潮 都是安氏企業的成員哦 安苡萱的老公陳榮烈 因為涉嫌非法經營賭場 還有以前遭到了澳門警方的逮捕 在日前的時候也已經起訴了 情期可能會超過20年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金開講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小金按讚訂閱 開啟新叮噹哦